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巧克力它原本就是一个农作物 它就是一个可可果长在树上 外头种了40克的可可树 集合寓教于乐 从可可豆如何发酵 到讲解早期怎么磨制可可豆 这边焯碎它 那我们要把壳去掉 因为壳是不会磨碎的 走到里头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巧克力的生产线 一片片巧克力经过切割包装封膜 现场还有师傅表演拿手绝活 展示大理石调温法 游客期待地咬一口 外面的巧克力觉得比较腻 然后相对的甜度比较高 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纯的巧克力 感觉是不会太甜 然后蛮顺口的 逛完吃完还有其他的体验活动 官员工厂不只为你导览体验 还可以手做DIY 做出属于自己的巧克力饼干 大朋友小朋友用不同颜色的巧克力 仔细涂抹在饼干上面 鬼鬼 因此配合节庆推出不同造型 小朋友发挥创意 画出各种不同风格 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好好品尝 吃完甜腻的巧克力 可以喝喝茶解解腻 有茂密机器人把餐点送上桌 我们这边的话有提供喝喝茶吃吃蛋的体验活动 来到这边的话呢 可以吃到卤制四天的红玉红茶蛋 还可以品尝到我们的日月坛红茶 靠近日月坛的红茶厂是全台最大的红茶观光工厂 外观内部都充斥着浓浓的日式风情 除了能品茶吃茶叶蛋 还结合了制茶观光文创 感受度很好 我觉得好像是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来日月坛新兴的景点 近距离认识制茶的过程 也让游客动手体验其中一个步骤揉茶 很有趣 第一次知道原来茶是要这样揉的 没想到是湿的 然后也没想到原来要揉这么久 让游客到日月坛完不仅仅只是买伴手礼 还能够体验在地茶叶制成的过程 除了观光工厂之外 南投必去的景点之一18度C 不管是小颗粒还是生吐司 依旧是排满长长人龙 就算一整天玩累了 也不忘买个伴手礼 带着满满收回回家